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大师贺周一 哎 超哥 大家好 我是演员梁超 在《复合大师》这部电视剧中 我饰演的是包教授 是复合大师团队的 你说你一个分手大师 瓜哥是这样的啊 超哥 瓜哥你这样错队了 请你仔细地关起点局势 超哥 什么意思呢这是 你听的是 你为了以后拍戏 这不要让我把你老了 你就可以 哎 对 哎 现在不一样了啊 怎么年龄也不小了 媳妇也别找了 这个 《复合大师》这个《复合大师》啊 给的工资也不太少了 所以说 我 不得太少了 你那儿效益不太好 我们是为了 让人类更好的去 享受自己完美的情感 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哪是 可是超哥 他自己想挣钱 哈哈哈 啊 哈哈哈 你先开个药方 你觉得哪一个是可以治愈魅俗 这种的 琳丹妙药 然后 谢谢 这什么 这叫 绝情散 绝情散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 断绝 断绝这么多 怎么说就是 太多外来的专闸和信息 而且就是 媚俗也好 或者 这个词 是别人给你的 是外界给你的 所以你自己 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所以你觉得 好 你就要和他在一起 你如果觉得 真的不合适 你就要很果断地分开 而不是别人说 哎呀 你要跟他在一起 你要跟他分开 哦 好像也有道理 把六根钻进入 是这样 不要钻 我非常不赞成这种看法 你这个 直情散就是属于一刀钻 对不对 不给别人留机会 很多东西都是戏水长流的 两个人在一起 要彼此留下 彼此了解 你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有多少人 多少 您可以在一起的心目 就因为你的绝情散 最后各自分道扬飘 那有好多人也是因为别人 就老是劝 劝何 劝根 就也就苟延残喘的 可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大学局 并大团圆 不是真正的完美 人家就是你找到一个 自己适合的才最完美 绝情散 远香哥下药吧 下药下药 我看到一个特别可怕的 你三师闹神怀 还有一个啊 什么 石胸 软筋 石胸软筋 石胸软筋 这又是干嘛 哈哈 听起来 这能支援类送证 对 这个呢 石胸软筋赛 我用我自己的个人的研究 通俗的讲一下 石胸软筋赛 主致 不合 而真自软 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能十全十美 香喷喷的在一起 好牵强啊 是有一个人 然后面对任何的流言蜚语 别人劝你 都不服论 而且要到病除 疏尽活动 散 永远不散 石胸软筋散 好好好 哎呀 这可以 这个能搜出来 哈哈哈 这一句以前就是我赢了吗 哎呀 他就这么严重起来 还要他自己判自己赢 各位好朋友 今天呢 就是我们复和 我们复和大师 在我们的浙江 哈哈哈 我们的浙江卫视马上就了 七点半七点半 我不知道马上 我当我自我我经过这么多 哈哈哈 这怎么 一夜的 打 这边用这么多的努力 打鸟 还有可爱的高业 还有一百倍 下巴脱臼下巴脱臼 所有 脊椎不好 三肢再来 哈哈哈哈 脊弱了不是 那个 两杯行 脊椎一个女人 希望大家能够穿到高 牛皮鞋 牛皮鞋 都上身 哈哈哈 好了吧 软 软 我只能够穿 缺带 我跟你说 机械喝酒皮 从中追就很好 我觉得是 机械 喝醉了 哦 你们擦一擦 是不是有关系 什么 什么 噎着了 噎着了 你出现 还有谁 脑缺氧 什么 抽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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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有病 脑有病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得认识 间歇性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 我这么不要脸 聊点不好意思了 瞬间断片这个 断片 短路 没有这个 问诀 我们医学间歇性 间歇性 恶心症 间歇性的地心引力加重 他续着说的 间歇性 不是 咱赶紧自己猜吧 要不然你看我在干嘛 睡觉 低头 对 这叫低头症 低头症 那我不知道 两个人听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有这个搞笑的部分 也有那个比较深情的部分 那两个印象比较深的那一场戏 就是 特别的有这个刺激的感觉 我记得冬天有一天早上进来 有第一场戏 我们俩都开哭了 是因为天太冷了 你还记得吗 某一天 冬天第一场戏 太阳还没出来的什么 原来 原来你记得是那场戏 我记得确实 删我的一巴掌 好痛 而且还不止是一巴掌 不是间歇吗 真的 什么 还要喝血 我要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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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一下 是咱俩谁失忆了 为什么我觉得是间歇派人的 你 我真的 我是一个很尊敬演员好不好 你忘了在学校操场上 给弄我一巴掌 敬酒的时候 导演说那一巴掌 他不够有颤抖的 那是波纹 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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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戏好像有了点印象 因为我原来居然忘了我 我还真的打过你 哈哈 这是啥 我们还是要是两个这个 这个对手线很多 我还记得有一场 两位在这台词的标签 特别利用回程 对 有一场 然后这个戏 我们不知道两位就是刷宝 怎么应该会有一些喜对的部分吗 你在刷宝的时候 这两位的招式都是高手吗 讲到这方面吗 哦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在这个戏里 不是属于搞笑反章 因为跟以往的戏不太一样 这个戏的风格 它也不属于一个纯喜剧 它其实是一个治愈戏的电视剧 其实给大家的定位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以为说 我们里面的片花看起来 而是比较闹 但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感人 而且可以治愈别人的感情 这能够 能够恰入其分 质底 你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些环节 在里面 我希望它是一个茶余方法 大家都愿眼睛睛地去看的 而且能够跟所有的观众 总有一款故事情节适合你 能够给你产生共鸣的这样一部戏 所以我在里面还是 作为复合大师的 我还是非常尊重着一种 非常认真的态度 那里面的一些cosplay的东西 都是为了去复合别人 而去做的一些环节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多谢观看 好 我好记得 董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